抄襲 抄襲 YT又出現抄襲 為什麼YT這麼多 不要臉的人 要當拆襲仔呢 因為 抄襲起來 第一風險 就像是你請我考 旁邊有個自由是我超級厲害的 答案都非常對 這時候老師說 高評華這個老師 要出去抽根源 大概30分鐘後回來 你們也知道了 好 我靠那我還不作弊 那我還不操暴 那我還不 直接把答案拿過來搬 YT有這個環境嗎 YT是非常特殊的 它因為你的語氣 使用習慣 然後製造出一個同溫層 所以你往往看不到那些 國外道那些優秀的影片 這時候只要有人 我就當個翻譯 我就當個搬運工 把這些東西拿過來 用自己的話再講一遍 你就會覺得這個人是大佬 好厲害喔 常常做內容 內容又非常優秀 簡直是神 我崇拜他喔 因為這個原因 那超C仔 肆無忌憚 瘋狂的超 第二個 就是高報酬啊 有些朋友講 抄襲最快的是什麼 就是低成本 人家做影片 做很久 弄很久 我 複製貼上 Ctrl C Ctrl V 就變出來了 但是其實 抄襲最重要的是什麼 那就是選題 這個就跟 代理商代理遊戲一樣 現在台灣人 我很少開發遊戲的 我們就直接把國外的遊戲 搬過來 直接 上市 但是 魚 對你哪一款遊戲才會煌呢 清預期很貴的 你要是選錯 弄錯 賠錢 血虧 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觀賞他原生市場的表現 他在中國 在美國 在韓國 在本土 非常紅 就是他了 選他了 帶你過來 YT也是一樣 你所有頻道每一期都有流量 都很多觀賞 你的頻道才穩定成長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 原來的影片 到底是不是歡迎 到底有沒有很多人看 要是這個流量非常高 哎唷 就是他了 選了他 讓你每一期的影片都非常精彩 非常精華 照來看這才是 抄襲的最大報酬 最後就是 風險極小 你想想看有天你這個上網無聊嘛 男生寂寞嘛 上網點開 哎呀 這個美少女影片 影片網站 我這網上非常厲害 他的影片非常齊全 黑絲襪 護士 通傑 最近柯文哲扯到 不要再罵柯文哲了 我們說啊 罵這個東西的是SJW才會做事 你是以為我這個 燒死柯文哲 轟死柯文哲有選票 我跟你講啊 你越轟 只會讓自己越像 SJW啦 SJW難不選票的啦 你不要燒燒燒到自己 到時候都沒人支持你啦 這個就跟國小老師 學校老師 女老師穿短裙 穿短裙 家長抗議 怎麼可以穿成這樣子 你小朋友學懷 我確定是掃管閒事啊 這是我們的福利 你把福利拿掉了 誰要支持你 誰要投給民進黨 啊 話題後來 話題後來 我剛剛講到那邊 風險極小 你在這個A篇網站看了那麼久 啊謎篇網站不要講A篇網站 這個太入骨了 太直接了 看那麼久 看這麼爽 通體舒暢 你的寂寞 你的痛苦都沒有了 有天有人告訴你 欸連公仔 這個影片 這個網站都到晚了 你不要再看了 吃人嘴軟 男人收短 你要我罵他這個我罵不下去 我們有時候 我們不一定要去批評人家 攻擊人家 可是我們會 呃 總之不知道 這是人性嘛 所以 抄襲這個東西 地門檻 告報酬 風險又低 肯定一堆人抄的嘛 這很正常的嘛 咦 那為什麼被造成這樣子 原因就在於 危機處理 請看 沒有你採用的就是你該負責 假設 介紹一個男生給你 就算那個男生打你 然後最後你還跟他結婚 然後你再開始說 啊就是你這個女人 叫我跟他結婚 那也很奇怪 因為結不結婚 簽那個字 都是你自己在做的事情 而不是說 採用了 但最後你卻把他 怪在觀眾身上 真正去做這些 企劃的執行 其實你要 去蒐集很多東西 而不是說 就直接把他做起來 對 這種感覺吧 喔非常謝謝 才可的解釋 非常謝謝才可介紹 其實 最近很多朋友問啊 我跟才可怎麼了 就沒什麼 就是 我這個樣子 我這個德性 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嗎 就看了 好 這個事情到這邊就好了 不要亂傳了 人家 都要去推推提我 你知道嗎 喔 啊 不是 我怎麼又被貼上去了 不是我 我們回過一組題 那 抄襲之後 結果什麼 我跟你講他老高肯定沒事了 老高終止之後 就沒事了 我們最重要的是事情發生了 我們有什麼心得 我們有什麼啟示 那就是 事實上無是非 只有高訂閱 只要你訂閱夠高 人氣夠高 你就是錯的 人家也會支持你 所以 尼克爾辛 唯一出場裡面不是因為他超級的事 他訂閱是不夠啦 要是他幾百萬訂閱 告訴你 就是尼克辛打人 不是人家打尼克爾辛的 第二個 最重要的 其常有一些 新生小頻道啊 有些新人進來 他們就很困難啊 我要做什麼 我要搞什麼 YT好難做 人家大頻道都告訴你的 做頻道就是一個字 吵 看到大頻道怎麼弄的 趕快找個大佬 模仿一下 跟隨一下 哎喲 下個保安訂閱 就是你